古林农场樱花盛开 停车场满满都是游览车 随着疫情趋缓 旅游业复苏 游览车接单量也暴增 根据统计 过去三年因为疫情影响 旅游市场低迷 导致游览车驾驶流失情形严重 缺工达到三千多人 比如说去开大货车 送外卖或是去多元气承车 我想最主要是他们都是要转职 因为他们有生活上面的压力 开游览车八年多的陈先生 在疫情期间担心转职也不异谋生 不敢贸然行动 干脆留在原公司等机会 选择无薪假 20年修了三个月 21年的话也差不多两个半月 去年修了差不多两个月 不过有些靠航的驾驶 就不只是没有收入这么简单 因为他本身又有贷款的问题 车贷的问题 有时候真的撑得不下去 他势必要卖车 游览车缺工 不只是经营者的困扰 连带也影响到整个旅游产业 会影响我们的基本面的部分 就是随着车质跟付费都会提高 比如说以前一天是一万块 现在一天要一万五千块 那这样子的话就把旅游的成本提高了 随着国门逐步开放 来台游客增加 再加上国内团体旅游 游览车需求量大 驾驶缺工 导致旅游成本上扬 对饭店业也是一大隐忧 在量体比较大的饭店的设计上面来讲 住房率也好 或者是平均房价也好 都会受到影响 游览车业呈现驾驶荒 是后疫情时代现象之一 如何让驾驶回流 或吸收心血加入 是当前重要课题 大爱新闻张贵端 刘博明 林欣宏 一会儿学习 台中报道